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使徒彼得的他的蒙召的一个经历 是在路加记载路加福音的五章二十七节 我可以跟大家读一下 路加福音五章二十七到三十二节 这次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 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 你跟从我来 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 跟随了跟从了耶稣 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言习 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作息 法利塞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 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 耶稣对他们说 无病的人用得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我来本不是遭义人悔改 而是遭罪人悔改 路加福音从第五章 第五章一开始 记载了一个晚上没打到鱼的彼得 约翰雅各 他们按照耶稣的吩咐勉强下王 居然打造了许多的鱼 在主的恩典的呼召中 彼得看见自己的普佩 是个罪人 他以雅各 约翰终于撇下一切 跟随主 紧接着耶稣行了两个神迹 是长大马蜂的得洁净 并且宣告自己有赦罪的权柄 还有就是使缺子能行走 接下来就是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 就是对立位 就是马太的呼召 那立位是马太的希伯来名 意思是联合 那马太是他的希腊名 意思是耶和华的礼物 马太作为十二个门徒之一 最让人熟知的就是 他完成了马太福音 那么马太 马可 路加福音都记载了 主耶稣对他的呼召 除此之外 整本圣经基本上没有对他的记载 显然主对这位税吏的呼召 不但引起当时犹太人的惊议 也让主耶稣的当时的门徒 印象非常深刻 税吏可以说是当时的犹大 最招人证悟的一群人 因为犹大当时是罗马的殖民地 罗马人采用的是以游自由的方法 就是用犹太人来管理犹太人 当时罗马使用的是包税制 就是把一个地区的收税的权利交给税吏 那收多少税呢 那个百分比是由税吏来决定的 那收到的税只要交给罗马人规定的税金 剩下的税金就裸入了税吏的腰包 所以在当时税吏是一个非常大的肥缺 但却是最让犹太人痛恨的人 因为这些税吏是帮助罗马人来欺诈自己的同胞 所以他们把他们当作犹奸卖国者 那耶稣为什么呼召这样一位税吏来做门徒呢 那五章的三字二节从他对与法利塞人的对话中 我们可以知道原因 那比方说我来本不是遭义人悔改 乃是遭罪人悔改 那这是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 遭罪人悔改 因为他将神的百姓寻找回来 与神重新建立关系 只要愿意认罪悔改 主的呼召就会临到 这是他呼召马太的原因 那今天我们这些愿意在神面前悔改认罪的人 主恩典的呼召同样引导我们 也因为我们与主关系的更新改变 是一生的功课 也因此认罪悔改成为我们一生的功课 那什么时候停止 什么时候与主的关系 与人的关系就会出问题 那马太是一个愿意认罪悔改 跟随主的人 二十八节说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 跟随主 撇下所有的就是那些 以他的罪行迷不可分的钱财 他用他的行动表达他认罪悔改 跟随主的决心 在耶稣的门徒中 马太跟随主可以说他舍弃的最多 因为我想他的身家也是门徒中最多的 而且他还没有办法走回头路 像那个彼得他们还会回去 走回头路还会可以回去打鱼 他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他税逆的职位很快就会有人代替 他不可能再走回头路 因此他跟随主的决心非常大 没有别的原因 因为他经历了钱财 不能给他的喜乐与平安 这点我们也可以从经文中看见 在二十九节的经文说 立位在自己的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 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作息 那这个宴席是一个感恩的聚会 他感谢耶稣的赦罪之恩 也感谢耶稣能够拯救他 并带给他平安与喜乐 那这个宴席更是一个福音的见证聚会 作为税吏 马太的朋友可能没有别的人 就只有税吏了 无以锐据 其他的犹太人这么仇视他 他也不可能有其他的朋友 所以经文的别的人 可能就是他的家人 还有就是那些跟随耶稣的门徒 所以一个真正得到赦罪之恩的人 满了喜乐 他一定会以朋友来分享 所以弟兄姊妹 你常常与你的朋友来分享得救的喜乐 那今年马上来四月份 我们的心目小组开始 这是一个机会 当然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时间方法来 做个人步道 与人分享福音 那当主耶稣呼召彼得与约翰的时候 主是要他们得人如得鱼 那主耶稣呼召马太 是要他得人如赚钱 我们许多的弟兄姊妹在职场上非常的优秀 那主对你的呼召是什么呢 他可能要让你得人如血 或者得人如着你最擅长的事情 但是前提是 你愿意离开罪 为你的救恩感恩 而且你首先要回应主的呼召 愿意为主撇下那些使你无法得人如得鱼的那些事情 松开你的手 来跟随主 那你一定经历到得人如得鱼的这样一个喜乐 我们一起来祷告 恩主真是感谢你 你没有因为我们的罪孽过犯离弃我们 反而你看中我们这个悔改认罪的心 当我们悔改认罪来到你面前 凭着信心来寻求主你自己的救赎恩典的时候 主你的呼召临到我们 把我们从万人中 从黑暗的权势下救吧出来 让我们能够愿意跟随你 主让我们与人与神和好 主这和好的这样一个生命的经历 是我们医生不断的寻求 不断的跟随耶稣基督来经历的 主啊 你这个地方讲到 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 你来是拯救罪人 主是的 我们每个人都不健康 我们属灵上都出了问题 我们要一辈子来靠着主 来对付我们生命中的一些不逃生喜悦的事情 唯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生命不断的更新 同时也能够见证荣耀主民 愿主继续地带领我们 新的一周的开始 让我们在工作当中 在我们的侍奉当中 在我们的灵修当中 我们都经历到你自己的同在 也使用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 祝我们这样的祷告 感谢祈求 是奉救主 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